走,找你妈去,走 赞妈 快点,你快点 赞妈 你快点,就快点,别摸我 闺女,这咋拿着,赞妈 这咋拿着 赞妈,现在我的腿惨了,不要我了 哎呀,一个惨睡腿 赞妈,你赞妈说出这样的话 想当中,上我们家求疼的时候 你是赞妈说的 我闺女,无论,病,或者幸福 什么的,你都爱她到底 现在怎么变了你 我不管,现在她的腿惨了 我就是不要她了 妈,如果腿也不能走了 这以后咋尿俩怎么办呀 赞妈,没想到 现在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闺女想当中 多喜欢你呀 你们娘那么恩恩 现在她腿断了 可一致啊 现在以后那么法大 你不能这样丢下她 反正人给你送过来了 我是不管了 不关我什么事 以后费那么贵 我是管不去 我走 赞妈,我哭死你 赞妈,没聊死你的东西 闺女,别再哭了 有妈在 赞妈,咋办呀妈 行了,别再哭了 没有过不去的山海关 有妈在 妈帮着你看病 别再哭了 找我好自己的身体 走,闺女,回屋 慢慢熟了 别再哭了 哎,赞妈呀 你不要我了 我妈年纪也大了 我不想年龄我妈 我干脆 我死了算了 闺女 你这是干嘛去啊 这 妈,你回来了 咱们也不要我了 妈,你这么大年纪 我也不想年龄你 为我受那么多苦 我干脆死了算了 妈 闺女,瞎说什么呢 妈一大早上出去 都是给你找医生去了 妈,医生说了 喝那个汤药 慢慢的 腿就好了 不要活动 在家躺着 妈照顾你 妈会把你的腿治好的 闺女啊 你别想那么多 有妈在 不可能 就我闺女受苦的 妈 别再哭了 这腿也不干 老站着 快 坐床上 你看你这么大年纪 为了我的腿 再来几句 全部划完了 干脆我也不巧了 妈妈 也治不好 闺女 以后这种话 不要再说了 妈那么大 岁月了 赶快把你的腿削好 以后妈老了 你好照顾妈 你要是削不开 去死 以后妈老了 去照顾妈呀 你想想不想想 妈到那时候 身边两个残忍都没有 谁可怜你妈呀 妈 行 我听你的 为了你 我要听你的 我吃药 我求病 行吗 妈 行 闺女 别再哭了 妈 大锅卖甜 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你放心吧 别再哭了 你这样哭 妈会伤心的 妈 妈听你的 哈哈 哈哈 小陈 你忙着呢 你咋来了 村长来了 我是给你们送钱的 小陈 你这一村之中 拿那么多钱少安家 这钱 是什么钱呀 是这样的 这不是听说 我去梅姐 她那个腿有毛病吗 这村民啊 就是凑点钱 让她治病用的 这差不多有五千块钱吧 你先拿着吧 还有啊 这每个月都是给你们送过来的 小陈 你看 这 我闺女有个病 这全村老少 都给我们家拿钱 以后啊 她的病好了 我一定要 要谢谢大家 不是不是 这都是大家 都是心甘情愿的 这都是 你们家有困难 帮助你们呀 是应该的 行行 谢谢你啊 村长 谢谢你啊 村长 那明天我先走了啊 行行 好 闺女啊 以后可不要再睡死了 看咱们村的人 多有爱心啊 拿了这么多钱 这次啊 你的腿 一定会治好的 妈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治 我听你的这一次 站住进来 妈带你去砍腿 赶快把你的腿给砍好了 行了妈 慢点 咱那三天吃 我做钱装兜里 好妈 你慢点 我来做多 好妈 把你拉掉了 好了妈 慢点 妈 走吧 没事 我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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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啊 你这咋拉着 快快 滚 妈 不用 妈 你看 不用 跪一样 你这能走来 看看 妈 看看 闺女 我闺女的腿真的好了 闺女 我说吧 能治你的腿 能治好 你还不行 看 真的好了 妈 这是咱全村人的功劳 也谢谢妈 你整天辛苦 带着我上这桥那桥的 妈 我好了 我好了 我肯定 孝顺你 闺女 走两步 让妈看看 嗯 妈 看 哎呀 真的好了 赶快回家 谢谢 别累着了 嗯 好 好妈 哎 这一晃 五年了 也不知道 这名 怎么样了 听说 她的腿好了 回来看一下 妈 你看我的腿 这 你照顾这么下 整天照顾照顾 也好了 我也 我也该出去 打工 挣点钱 也得 孝顶 孝顶 你 是啊 闺女 你看这 妈真的老了 这头疼 哎 我幸好 我闺女的病 也治好了 妈 你放心 我出去打工 挣了钱 金美 你的钱 三毛 去 你怎么回来了 是啊 妈 我回来了 三毛啊 你这个 没良心的东西 我闺女 有了病 把我闺女 送回来 现在我闺女的病 你听说 好了 你 你跑回来了 闺女 靠边 你的腿装好 别碰着你 三毛 是不是 看我们俩俩好起伏 今天我就是头疼 我要给你喊上这条老命 我给你回来 我 你听我说什么 我都不说 我都不说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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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ed at 听完我闺女的腿好了 皮铁皮铁的跑过来了 你还叫我闺女带走你 行了 嫂子 你别打了 我打不是她 我打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钱是谁给你的呀 不是穿这人吗 我看一下她我就废 嫂子 事到如今我就说话跟你说吧 其实那个钱根本就不是咱们村人人捐的 那是三毛哥给我的 他们没敢告诉你们 就让我说是村人人捐的钱 看你 我这三毛哥知道他病好了 这不回来看看吗 村长 你说这话 真的假的呀 这 三毛 说 到底是怎么活的 妈 你看 你刚开始都没让我说话 再说了 我看 媳妇的腿呀 当初这不好 你看 在家花钱 又不挣钱 那怎么办 所以我才想过了这个点子 出去打工的 能找一点挣多的钱 给他治好病 妈 再怨我了 三毛 三毛 多亏了你 只要你好了就行了 只要你好了就行了 这是你们家四十啊 我先走了 好 谢谢你啊 村长 没事没事 好好 三毛 这么长时间在外面 真的苦了你了 怎么说话呢 我们毕竟是两口子嘛 你看 只要你的腿好了 哎呀 我就放心了 不是 妈说你 你出去打工 你就给妈命说 闺女在我家 我给你照顾着 你何必扁这个群 让我们两个这么傻子呀 害妈 还嫁到你给重任一样 行了 妈 你看 现在 不是腿好了吗 以后有什么事 我跟你明说就行了 三毛 出去这么多年 苦了你了 妈 就别管三毛了 闺女 你都腿还疼 竟然三毛回来了 让他背着你回家 行行行 好 走 好 好 我们回家 受制不好你 那算我不会受制 看你下回 还敢过 说下话楼道 嗯 来跟她说 我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